这是明医在第一线的观察 染Omicron结果经见了地图蛇 28岁的女性病患在国外感染了Omicron 返国之后机场筛出是阳性隔离治疗 她轻微咳嗽 喉咙卡弹咳不出来 西医症状治疗搭配中医的亲热解毒 是在10天之后获得明显的改善 后来你说现在很多病患有地图蛇 那你会发现这个病患这里是不是蛇胎很厚 对 这个中医就是说它可能湿气重 但是大家仔细看这里就是有一块 这个叫菠胎 这里也有 所以就会看起来就像地图 所以就像地图蛇 经过我们的治疗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 这个白白的蛇胎几乎都化掉了 对 然后这个地图蛇的这个斑块 基本已经消失了 10天之后明显改善 过去我们知道有清冠一号 今天要讲的叫做甘露消毒单 它可以清热立食对抗 所以它有花石 阴沉蒿 黄芹 石仓谱等等 这个就是方子 我们的镜面停留久一点 可请黄医师来讲 这个是治疗丹 对不对 治疗方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你平常可以点来喝的 不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古代使用的一个方子 但是我们就发现说 它有这个很好的抗发炎作用的 像这个黄芹 黄芹 再来 花石就可以利尿 就可以帮助把这个舌苔白的 这个把它湿气排掉 这些湿气 灼气在身体就是一个病离产物 所以我可以透过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中药的处方 把这些病离产物都排掉 这个是中医的治疗方 过去是清冠一号 这个中医治疗叫做甘露消毒单 接下来这个就是益气瘾 它我们平常就可以饮用了 靠这一帖益气引预防感冒增加抵抗力 它有桑叶 菊花 极梗 薄荷 清热的党森 黄芹是补气的 白竹 霍香 桂枝跟甘草 黄医师 像这个薄荷也有抗病毒作用 这个是很温和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普遍 普罗大众可以使用的 医生要提醒说 如果你是体质偏湿 会比较容易感染新冠肺炎 有几招的检测法 再次有警示棚来当model 我们看一下四棚的舌头 刚刚有吃东西这样看会准确吗 四棚也有几块剥胎 有注意到吗 地图舌吗 有一点点 然后好深长一点 后面有没有 也有一点 也有一点 所以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常见 就是过敏性体质 因为四棚跟我说 它有一些鼻子过敏 另外要按哪几个穴位 另外就是 大家我们看这个四棚的脚 颈骨的内侧 这个在中央叫脾巾 对 你看我再用力一点 四棚应该就很有感觉 有没有酸酸胀的 对 大家看四棚的表情就知道 那三樱胶就是在这个脚踝内侧 上面三寸 就是四个手指头的地方 仔细看 很痛 对 四棚这边居然是浮肿的 而且你仔细看 四棚它已经有一点静脉曲张 对 所以这个就是体内有湿气的一种表现 所以你看我光这样子 轻轻的滑过去 你就发现它在这个三樱胶的地方 真的痛可以感觉得出来 有点型的反应点 对 那当然 当然我们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帮助它把这边 划开推开 对 是要自己长压吗 长按 是 好 还有一个阴灵拳屑 阴灵拳就是在这个 膝盖的内侧 下面这边 这里 有没有 对 这里好像好一点 但是我的手是可以感觉到 它这里有一块浮肿 对 所以这个 那因为中英就认为皮 就是跟湿气有关 是 所以它经过检测 哇 四棚它有一点点地涂舌 对 而它的皮筋有一点浮肿 它的三樱胶穴跟英灵全血都有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 请不吝点赞